畢業是三年學習結束 更是邁向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在今天 這個屬於各位畢業生的盛會中 我們的心中有太多想要表達的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 再次追尋屬於民道人的感動與榮耀 讓我們將這成長的感謝與祝福 寸遞到每個人的心底 掌聲歡迎畢業生代表 高三二黃全涵 以及許富君同學致感謝詞 校長 董事長 各位貴賓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富君 你看這樣子的燈光氣氛 有沒有覺得今天真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啊 呃 等等 你難道看不出來嗎 誰會在正常的日子穿畢業袍配麥克風啊 哦 你是說今天是畢業典禮啊 當然啊 誒 麻煩你不要這樣後製後卷好嗎 我們都已經要畢業了 你就不能長進點嗎 長進點 講得好像你很了不起似的 不然 我來考考你好了 你知道高中三年 我們實際上相處了多少時間嗎 這個問題我當然 呃 不知道啦 呃 你該不會真的算出來有幾天吧 好吧 那就讓我來告訴你 三年的時間乘以365天 而2016年是潤年 再加上一天總共是1096天 而扣掉國定假日 寒暑假 立假日 總共只剩下629天 如果呢 你有選擇放長假 真正相處的時間 加上昨天的返校 和今天的畢業典禮 就只剩下608天了 而學期中 你大概也會出去玩請假 所以呢 真正能和一個班在一起的時間 只有不到三年的一半啊 哇 難得看你有那麼專業的時候 拍拍手 拍拍手 呃 不過老實講 欸 我還蠻震撼的 原來我們在校的時間 就只有這麼短啊 既然相聚的時光這麼短暫 每一次的相處 就更顯得意義重大 而畢業典禮 正象徵著求學階段中 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在這樣特別的日子中 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首一下 高中三年的故事吧 我是許富君 我是黃群翰 上台一鞠躬 1041天前 也就是2014年法月4號 是我們第一次 遇見同在一個班級的彼此 學會適應國中 與高中的不同之處 之後我們曾面臨了 選擇組別的問題 離開了好不容易融入的環境 進入另一個陌生的班級 但是呢 明道同學的熱情 總能讓我們 無論身在何處 都能感受到溫暖和快樂 959天前 2014年10月25日 新生輩正式揭開序幕 藍色的球場上 漫天的是加油的聲響 揮灑出來的是汗水 是淚水 還有 等等還有 還有 還有什麼 當然是一個轉身 而被對手周金 無法克制 流下的口水和鼻血啦 高一那年的暑假 每一個班級 無不急急的準備 英文畫劇的劇本 道具和排練 在舒服的日子中 更利用排練畫劇之名 逃過了一堂 又一堂的英文課 終於在638天前 2015年9月11日 從道具 燈光 到音樂 到道具的搬運 都是一顆班級 團結的表現 591天前的校慶 2015年10月22日 校園內 竟是五顏六色 鮮豔的班服 以及招牌 凝聚上行李 是我們唯一的目標 加油加油加油 而在班級活動間 除了速度 激情 更需要無敵的默契 在攤位上 我們則是扯著喉嚨 大聲的吆喝 來喲來喲 這裡的飲料最便宜 這裡的食物最好吃 這裡的衛生醉 衛生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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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再急了 我們繼續剛剛的話題 二上高漲的班級團結 在500天前的公民訓練 達到了最高峰 在活動中 我們一同挑戰了 高難度的雙三鎖 刺激好笑的跑跑足球 以及呢 在螢幕會上 表演幾個小時前 才練好的舞蹈的 欸 我知道 我知道 是不是這一首 榮譽在我心裡 我就不怕風 不怕風 等等等等 還像 還像不是這一首 呼喲 富君你忘了嗎 這是 我們明道人的回憶呢 對喔 而在活動中 我們很自然地服從 對付們的口令 以及動作 在班級間 我們卻毫不留情地 發揮真正的實力與盼勁 這不僅僅是為了那一面 精神總景標的大紅旗 更是希望能夠在學測 倒數一年的開始 一同與班級 留下難忘的回憶 說到對抗學測 這位強敵嘛 呃 相信各位的腦海中 仍然擺脫不了 那些與平倫 靠倦相處的苦日子 對吧 那還用說 還好這一路上 有這麼多堅強的戰友們 在課業與心境的調適上 給予我最大的幫助 欸 尤其是 169天前的包種活動啊 更是讓我充分吸收了 所有人的祝福呢 哈哈 圈翰啊 我想你是紙跟 吃有關的祝福吧 也對啦 當天吃了包子 糕點跟粽子 除了讓我們幾乎 適合去的一陣天 讀書所缺的卡路里外 這些食物背後的意涵啊 更是代表著使長 父母 盼望我們包高中的期許哦 正是如此 因為這麼多數不盡的祝福 和身邊如家人般 相互扶持的朋友 我才能充滿信心 勇敢地跨入學測戰場 140天前的學測 終於在刺骨的喊風中度過 而當考場終身想起的那刻 雖然我內心仍忐忑不安地想著 那些自己不確定 是不是正確的答案 但是 管他的 終於考完了 八十五天前的那個夜晚 2017年3月17日的成年禮中 我們點著蠟燭 傳承新一代的期望 是的 我18歲了 呃 父君 其實我們兩個都還17歲而已 哦 對哦 嘿嘿 總之呢 成年禮是一個象徵著責任 成長和感恩的儀式 父母親與師長為我們獻上了祝福 我們呢 則發誓著要成為更好的人 不要再讓他們為我們擔心 欸 你還記得 呃 信生訓練那一天嗎 哦 當然啊 我 喜之城 維護效益 好 好 好 我知道你的記憶力很好 那你還記得當年 主任對我們說了什麼話嗎 這個讓我想想 欸 像是那個 啊 光陰事件的高中生活 哇 想想那時聽到 自己都還覺得 會不會太誇張了 沒想到我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 就來到我們的畢業典禮 三年的高中生活 真正相處 也不過608天 雖然曾經賭氣 冷戰 但也曾相互擁抱打氣 攜手 共渡難關 我們是群幸福的孩子 但是在明道的三年六年的日子裡 市長給予我們很多的機會和支持 鼓勵我們走一條 與他人不一樣的路 告訴我們 除了分數還有更重要的事 尖上印有小灰logo的側背書包 象徵著我們是全校年紀 最大的一屆 但這也代表著我們即將離開明道 我害怕有一天 熟悉的學生證 將會換成一張陌生的藍色校友證 也不必在一大早 從免費中掙扎起身 追趕校車上學 而是將成為明道的校友 我想我害怕的並不是長大 而是要害明道的倫敌 離開明道熟悉的一切 離開如家人般相互扶持的 市長 朋友 面對未來的大學生活 雖然內心充滿著期待與上往 但是我們仍然會感到彷徨 擔心自己是否能維持好的課業表現 擔心自己能不能交到朋友 但是仔細想想 在明道的這三年這六年 都是一個準備的過程 不是嗎 無數的小考 斷考 模擬模擬考 模擬考 都是為了讓我們持續學習 並且時時警惕自己 豐富多元的選修課 課內外社團 讓我們擁有更宏觀的視野 與專長以及能力 除了更加認識自己 我們還學會對自然 人際關係的尊重與包容 在明道的日子中 我 踏實成長 而今天我們又在讀奇異在這裡 不是行程訓練 也不是英文化具比賽 不是學生的師事大會 更不是成典禮 今天就是我們的畢業典禮 歲月悄悄偷奏我們相處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想當年抱怨的種種 都將成為我在明道難忘的回憶 明倫堂過冷的冷氣 總是漏水的遮雨棚 寫不完的習題 搞不清的數學公式 都是我最美好的回憶 最後在這樣特別的日子裡 祝福所有畢業生 時時擁抱一顆堅強的心 在往後追逐夢想的道路上 無論再艱辛也要莫忘初衷 擁抱一份助人的熱忱 並用細膩的雙眼 關懷社會的每個角落 最重要的 永遠不要忘了這些年來 同甘共苦的師長朋友 他們都是你這一生 值得依賴的好夥伴 時間再久 距離再遠 你要保持聯絡 然後 然後 一定要快樂喔